HELLO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呢 我最近新买的TOOFACE的另外一个眼影盘 就是这个 巧克力眼影盘的第一代 那我在前两支的影片里面有讲过 这个眼影盘呢是 我为了买Beauty Blender呢 然后在Sephora 然后一起下单买的吧 其实我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买Beauty Blender 那但是 光买一个Beauty Blender 然后花一个运费就很不划算嘛 所以我就想说再搭着买一个别的 我喜欢的东西吧 那选来选去呢就还是选了这个 巧克力的这个第一代眼影盘吧 对 那今天就是给大家做一个这个眼影盘的 一个试色分享 然后 以及 之后呢 会有一个我画的今天这个眼妆的一个 就是分享吧 对 那感兴趣的朋友就接着往下看吧 好首先呢 这个盘呢 它的外盒呢 是这样的 对 OK 那它反面是这个样子 好呢 我就是 比方说买一些专柜的彩妆品了 我都 会习惯性的把盒子留着嘛 那留盒子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 因为彩妆你肯定用不完呢 然后用不完的话呢 就一直攒在手里也很浪费嘛 那我最近就是喜欢把我一些用不上的彩妆 然后 嗯 又状态比较好的 我就会在二手商城 然后把它们卖掉 那这样的话呢 如果你保存状态特别好 而且戴盒子的话呢 就能卖个 就能卖到相对比较高的价钱吧 对 那跟上一个那个就是粉色那一盘一样 它里面也有一个这个眼妆的教学 对 好 那这些大家想必都很熟悉了吧 我也不多介绍了 它后面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因为我是在Sephora下单买的嘛 所以我觉得应该不会是假货的 我 我相信Sephora买肯定不会是假的啦 那不像之前我是在那个日本的那个白马网站上 买那些 呃所有的欧美的眼影盘 然后那就是 其实是一个代购性质嘛 我就很怕买到假货 但是价格还比在那个Sephora上面买 贵很多很多 但也没有办法 Sephora直到最近才开始可以邮寄日本嘛 对 好 那我们就赶紧来看里面吧 那其实大家都很熟悉呢 这个地方是个镜子 对 然后这也会写上Toccalate Bar 然后呢 颜色是这样的 好 那 那 这个盘呢 就是 当然 也是有一股那个巧克力味道 但是呢 我始终觉得 这个味道呢 不像巧克力 像我小的时候吃的一种那个叫酸梅糖的糖 就是有一种那个糖叫酸梅糖 就是这个味道 嗯 没错就是这个味道 一模一样 我根本闻不出来这是巧克力的味道 好 那又扯远了 说下这个盘吧 嗯 我是听说这个盘呢 好像是用 就是真的是用可可粉做的 就是 应该是吃进去也没有关系那种吧 就它真的是用可可粉 是用食材来做的 那我不知道这是真是假 还是说如果真的它是因为是用可可粉做的话呢 我自己就是上妆了好几次 最近天也比较热嘛 嗯 之前的影片里我有说过 我用它上妆第一次 居然就 整个眼影就化了 就是 在我的 嗯 我拿这个 梳子 就是整个眼影 双眼皮折痕内哈 的眼影全部化了 就没有了 然后呢 就剩下这外围还有一些眼影 那这个折痕里面呢 就是干干净净的脱妆了 然后 脱到呢 那个状态就像什么呢 就像你这个地方呢 贴了一个双眼皮贴的感觉 而且那个脱妆脱 脱完之后那个造型 就是一个双眼皮贴的那个半月型的造型 那整个就很滑稽 就像 你 就是这样睁开眼睛还好 就是看不太到双眼 看不太到那个双眼皮折痕内的东西 然后你一闭上眼睛呢 就觉得特别奇怪 就只有这个折痕内没有眼影 然后周围都有 然后 我就不知道那是我 手法不好的原因 还是什么的原因 那在那之后呢 我又上了好几次妆 包括今天也是 今天这个妆呢 我早上 嗯 嗯 今天起的很早 不是起的很早 是我昨晚失眠 根本就没睡 我今天早上五点就开始起来化这个眼妆 那现在我录视频的时间呢 是下午两点 嗯 我今天几乎都是在有空调的状态下吧 就是 嗯 无论是出去也好 在家也好 我都没有怎么太出汗 都是打着空调的 可是呢 我已经补过一遍妆了 就是 我不知道是我上妆 就是用这个眼影的方法不对 还是 怎么回事 但是我都是按照最普通 就是 不是最普通 就是我一直上眼影的那套程序来上 从来 就是也没有花过 但是只有上这个的话会脱妆 它就是 呃 今天我因为没怎么出汗 所以上眼皮还行 就没有怎么太脱妆 它脱妆脱在哪呢 它全部都掉到了下眼皮上 然后就弄得整个下眼皮跟熊毛眼一样 这我已经是去补过一次妆回来了 但是我刚才一看好像 感觉是又有一点这个眼尾这个地方 可能在镜头里看还好吧 但是我自己 就 觉得很奇怪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嗯 我昨天晚上一夜没睡完 因为我实在是失眠了 我发现我只要头一天晚上就是一夜没睡 我第二天那个皮肤状态就会非常不好 然后上妆也不服贴 黑眼圈就会特别明显嘛 尤其我这两天那个鼻炎发作的很厉害 就花粉症 然后所以黑眼圈也跑出来的很明显 可能也是因为那个黑眼圈太严重的关系吧 所以导致我就是老是觉得 上面眼影掉到下面来花掉 然后成了熊毛眼 对 嗯 总之呢我现在就是 对这个盘呢就是有点又爱又恨吧 嗯 我觉得粉质是不错 质感也都不错 而且颜色呢也很好看很实用 就像 这种什么雾面的颜色啦 雾面白啦 包括我很喜欢里面这个颜色 我觉得它特别像那个牛奶糖的颜色 对 就日语叫Caramero 然后包括这些颜色呢都是我比较喜欢的 然后味道也还蛮好闻 可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拿它花眼妆就会花掉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跟我有同样的困扰 但是我拿他们家之前我分享的那个粉红色那一盘呢就不会出现这个情况 对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吧 嗯 好那 嗯也许是我自己的问题吧 不多说了 那我们就来试色吧 那我的顺序呢是先是这个和这个 然后再按照这样的顺序 好吗 好那现在就开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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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所有的试色呢就都在这里了 对 给大家对比看一下 OK OK 好那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我试色之后的感想吧 首先呢我觉得它这个盘呢就是每一块每一块眼影呢它的粉质质感不太一样 首先呢这个颜色和这个颜色这两个颜色呢手指摸上去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它呃就像有点像身体磨砂膏那样颗粒感非常的强 然后呢像这个颜色和这个颜色呢嗯然后甚至包括这个颜色 其实这两个呢应该是雾面色但是它们的手感摸起来呢就蛮丝滑 然后呢这个颜色摸起来就比较的硬 然后这个呢也比较丝滑 那这个呢就是感觉就是比较软绵绵的而且非粉就是相对其他的颜色来说也稍微有一点非粉吧 对 那其他的颜色都还好总之我觉得这一盘呢真的是蛮奇怪的 还是说嗯它就是这样的感觉呢 我觉得和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欸 嗯没有那个第三代那一盘给我的感觉那么好 还是说我拿到的这一盘有问题 那大家如果有这一盘眼影的 嗯请在就是评论里告诉我你们的这盘眼影都是什么样的感觉 总之我觉得它的那个每一块颜色的那种粉质很不相同 然后最主要的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擦就是用它就是会脱妆 所以嗯好烦恼啊 还是说这个眼影盘只适合就是冬天用或者是秋天用 就夏天不太适合对 好那废话的一长穿呢 接下来呢就是一个这个眼妆的一个分享吧 那有兴趣的朋友就接着往下看 拜拜 哈喽大家好 那我今天呢要来吃这个东西 那不是两袋都吃了 我就吃一袋 吃这一袋吧 我们有一点储存 怎么认识 比如说 按钮 特里不能暖橙 就是 你